多谢南无大自大为救苦救难的广大灵感 关系不什么事 多谢南无师父 陆军红台长师父 请您给我看图腾 弟子十个荣 是五二年属龙的 想看看我的身体 看看我那个打胎孩子走没走 我身上也没有灵性 我念经念得好不好 业障有多少 五二年属什么 属龙 你好像打掉不止一个了 你身上还有两个孩子 谢谢台长说的对 现在呢 孩子呢还有一个 超市超度掉一个 谢谢台长 还有你的 你要特别注意啊 你的肩膀啊和颈椎啊 这里很紧啊 酸痛了 对对对太对了 我主要是看这个 还有你自己要注意啊 你们家族啊 有人心脏不好 所以你的心啊 心脏不是太好 你要特别当心 对对对 我心里难受已经是一年到一战 心里特别难受 我念了四件多少张小房子 天天还是难受 看看还念多少张小房子能念好 你啊 嗯 你要放下 要放下 你就是放不下 因为有一件事情你一直放不下 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啊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谢谢 我提醒你一句话 好的 感情问题 对孩子的 太对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那个我那个身上那个 有没有灵性 身上有 在腰上 那腰啊 好的好的 你这个人呢 人挺好的 但是傻 因为你过去被人家骗掉过钱的 是的 是的 太对了 所以你要多念心经 增加自己的智慧 心经不够 我49遍不够 还念多少遍 你呀 嗯 因为你有时候心经念了 用到其他地方去了 你要心经念了 就说请关心 不知道保佑我 能够开智慧 嗯 开智慧听得懂了 知道 知道 好吗 我生日业障以后还有多少了 29 29% 还可以 你人挺好的 你就是傻呀 你傻得不得了的 人家叫你 叫你花点钱 做什么事情 哎呀 你以为发大财了 你就投资了 那个师父我主要问你一个什么 我是11年开始念经的 我11年开始就是后背发热特别严重 像冒火一样热 然后另外还心里特别难受 都从11年开始的我就开始念经 学习的方法 你现在礼佛大参会会念几遍啊 礼佛大参会 现在是一天念十遍 五遍 太多了 五遍自存 五遍那个是那什么 以前我念的更多 以前我念十多遍 就你让不让了 我才开始念十遍 哈哈 你说这个人傻不傻 念五遍就够了 那五遍不自存吗 存不行的 你一天不要最好不要超过十遍呢 傻姑娘 不超过十遍 你如果硬要存的话 你也不要不要超过太多 十遍太多了 怕激活 你可以存一天存两遍 那我是那个一周念七张小房子 从上周从上月开始 一天念九张小房子 一周行不行 这个可以 小房子随便你念 一天 一天我念三张小房子 就是一周 这个没问题的 好吗 你要注意啊 你现在睡眠有点不好 是的 对对对 太对了 对 师父 你好好听话了 你的未来不会很糟糕的 你像你这么傻的人 如果你不学佛 到处碰到坏人 你现在学佛了 我告诉你 你的晚年 都不会碰到坏男人了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我现在一天念十个小时经 你一天 你让我从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冬至到初三 一天念 那个 二百七十二边 小宅经养神咒 二百七十二边 往生静动神咒 我一天 现在就念十遍 十个小时 要念不完 把你的肠胃都念好了 你过去的肠胃很不好 现在肠胃好很多 对对对 以前干燥特别严重 现在全部都好了 好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那可不可以问我女儿 什么时候结婚呢 就是一句话行不行啊 你女儿几岁了 是 属狗的 今天是三十四了 三十五了 十三四岁啊 三十五岁了 属狗的 八二年 哎呦 谈过 吹了 那怎么办呢 什么时候结婚呢 太晚了 结婚 你女儿长得比你好看一点 我女儿大哥漂亮嘛 对 就不好想对象怎么办呢 她蛮个子挺高的 但是你女儿有点傲气啊 她看不上人家很多 那咋办呢 你都给她念念心经啊 我念了很多 有一天念十个小时经 你知我给她念多少经啊 念那个 李佛大参会四十九 心经二 四十九 那个 李佛大参会文 你念四十九 不是 李佛大参会给她念 以前三遍 现在念一遍 给她念那个 大金梁天女兆四十九 你要帮她介绍 她自己找找不好的 她的不让介绍 不听 问题就在这里 你可以想办法 找朋友 就是有意的接触 不要专门去跟她说介绍 你把这个朋友 把那个男孩子 弄到家里来啊 弄啥 她不听 假装跟她 叫她念经啊 什么东西 她念经 她都不信 怎么办呢 我天天给她念 你女儿不信啊 不信 不信你特别严正 心经你给她念多少啊 心经二十一遍 我还天天给她 那个声文奇变 你以前我刚才学的时候 给她声文 念了你说半年 就不念了 那坚持一下吧 四月份会有了 四月份就可以结婚吧 四月份刚刚有男朋友 结婚了 你买菜啊 拿个篮子买菜啊 开妈玩笑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好好的 你女儿就是因为 不念经啊 所以她很多方面 都不顺利啊 她不信咋人啊 我当时还没拜十年 我一一二年 就当地主了 就是因为她看你 这个样子 不像菩萨 你自己要像菩萨的呀 她说 你就在家拜吧 拜什么事 上次我要上 买了一些 和我这次去的 都不让我去咋办呢 我都要拜死 她不要去 就是你这种嘴巴 她会扶你的 你要像菩萨在家里 规规矩矩 老老实实 对不对啊 傻的呢 我可老实了 我今天念她说啥 我都不是声 我还怎么老实 我什么都老实 你都给我看六十图腾了 看老多十图腾了 我第一个愁就是我 你们大家现在知道 这树林子大了 对不对啊 什么鸟都有 你好好学佛修心 嘴巴少讲一点 乱七八糟的话 对女儿规矩一点 她慢慢就会相信你了 因为你现在这种口才 讲话这种乱七 呱呱呱呱呱呱呱 她不会看得起你的 是的 人家孩子比你有文化 对对 太对了 你要让台长跟她讲 她就会相信 对对对 对不对 你跟她讲 她哪能相信啊 你跟她介绍的东西 就像一个对不对 就像一个很胖的人说 我来给你吃点减肥药 人家一看你还怕这么胖呢 怎么减肥啊 听得懂了吧 听得懂听得懂 你要像菩萨 人家才学佛啊 学菩萨啊 那我以后还怎么做 你说应该怎么做 继续就这么念经 好好地把你的嘴巴改了好一点 话少一点 就念经 求关心菩萨来帮你做女儿的思想工作 还不是你 你整天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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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会看不起你的 我天天念十个小时经 哪有时间说话呀 我刚才都不说话 我跟我老大跟我女儿 哪有时间说话呀 你算是我天天五点钟起来 现在还没念完呢 我一直念 就刚才要听你说话才开始不念 我一直念念念念念念的 没有时间 他到现在没说过话 这样念经了 就是念经 对呀 你刚刚也在跟我念经嘛 好了 谢谢谢谢师傅 好了 乖一点啊 乖一点 谢谢师傅